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 农间史远远游墙 春生夏长 秋秋冬藏的传统农业节奏中 留下不少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的农业文化遗产 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作出贡献 传统农业开展了几千年 想万年 历史证明 传统农业是可持续的 环境友好的 人们主张回到传统农业 去寻找智慧 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 由此而生 联合国良农组织认定 全球共有65处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分布于22个国家 其中位于中国的就有18处 2022年 最新获认定的三处中国传统农业系统 分别位于福建 内蒙古 和河北 因为这三处系统透过独特的方式 利用传统方法和知识 维护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因此被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今次特别介绍的内蒙古阿努科尔深草原油木系统 是中国入选名单中第一个由木农业为产地 维农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都是全球可持续木业 和脆弱木场管理的典范 阿努科尔深其草原油木文化历史悠久 有文字记载同文物座正历史就有五千多年 这里的木民和自然和谐共生 至今确守着古老而传统的油木杂族 依然保留着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 逐水草移居 骑马蛇舰的蒙古族传统油木生产生活方式 延续极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民间工艺等各类传统文化 对保护、传承和发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意重大 当地木民们通过不断转场草木 令植批受到保护 合理利用水资源 避免土地退化 保障了当地肉制品和奶酪产品稳定供应 中国是最早响应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畅议的国家之一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畅议的时候 中国浙江青田杜鱼共生系统 就成为首批全球保护试点 2005年成为全球首个正式的遗产地 浙江青田园位于省中南部 那个园公元九世纪就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杜田养鱼农业生产方式 鱼为水稻除草除虫和松土 水稻为鱼提供治疗 减少稻田使用化肥和农药 鱼和水稻形成和谐共生系统 开展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 证明是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 但我们可以在传统农业当中寻找智慧 保护代代相传的农业系统 目的是为了流传过去 为未来的农业创新和技术提供新的启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